好的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第94课的单词以及其他内容 94课的单词呢 大家仔细瞄一下 你会发现呢都是地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张欧洲的地图 这张地图当中呢 包含了我们在94课要学的大部分的单词 我们不光要知道这些地方 同时要知道这些地方大概在什么位置 那现在呢 请大家来先看第一个地方 叫什么呢 叫做ethys ethys 叫做雅典 那我们知道雅典在哪呢 在希腊 那么希腊这个单词怎么说呢 来一块读一下叫greece greece OK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找一个柏林 柏林一块读一下叫berlin berlin 那么柏林在哪呢 德国 德国这个单词来一块读一下叫做germany germany OK 好 再来找一个单词叫莫斯科 来一块读一下叫mosco mosco 那我们知道莫斯科呢是在 在什么地方呢 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来读一下russia russia OK 再接下来是罗马这个地方 来一块读一下 叫rome rome 那么我们知道罗马在哪呢 在意大利 这是意大利的首都 一块读一下叫 Italy Italy OK 再来找一个词呢 叫stockholm 斯德格尔摩 来一块读一下 stockholm stockholm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是在瑞典 我们一块读一下叫 sweeden sweeden 好的 那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单词没有提到 叫做日内瓦 我们一块读一下叫 genova genova 好 这个地方呢 它在瑞士 那我们知道呢 瑞士的首都 它并不是这个 genova 日内瓦 日内瓦呢 只是这个 联合国欧中总部的所在地 所以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就行了 OK 好了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澳大利亚 悉尼的地方 没有指出来 我们来找找啊 这已经是在跨越到 另外一个半球了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我们一块读一下 Australian Australian 那么澳大利亚的悉尼 大家一块读一下叫Sinni Sidney 或者Sinni 就这个的 发的不清楚也可以 再读一下Sinni 好的 悉尼当然也不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了 是澳大利亚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 澳大利亚的首都叫堪培拉 OK 好了 那么这一刻我们就说这么多